列王纪上 第四章 所罗门王做了全以色列的王 以下这些人是他的官员 萨都的儿子亚萨利亚做祭司 誓杀的两个儿子以利和列和亚西亚做书记 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使官 以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统领军队 萨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 拿丹的儿子亚萨利亚做幕僚长 拿丹的儿子萨布德做祭司 他也是王的朋友 亚西萨做家宰 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兰掌管扶劳役的人 所罗门在全以色列立了十二个官员 他们为王和王家供应食物 每人每年供应一个月 以下是他们的名字 辩护尔在以法连山地 辩迪甲在马加斯 沙滨 博士迈 以伦和博哈南 辩西西在亚鲁伯 辩哥和西福全地是属他管理的 辩亚比拿达在拿法多尔全境 他娶了索罗门的女儿他法为妻 亚西律的儿子巴拿在他那 米吉多和博善全地 由博善到亚伯米荷拉 再到约克米岸之外 辩基列在基列的拉末 马拿西的子孙雅尔 在基列的村落是属他的 巴山的雅尔哥伯地的六十座 有城墙和铜栓的大城也是属他的 亦多的儿子亚西拿达在马哈念 亚西马斯在拿弗塔利 他娶了索罗门的女儿巴什摩为妻 护筛的儿子巴拿在亚舍和亚路 帕路亚的儿子约沙法在以撒加 以拉的儿子士美在汴雅敏 乌利的儿子基别在基列地 就是从前亚摩利王西红和巴山王厄之地 这地只有一个官员管理 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很多 像海边的沙那样多 他们都吃喝快乐 所罗门统治列国 从大河到菲利士地 直到埃及的边界 这些国家在所罗门在世的日子 都向他进贡、服侍他 所罗门每天的食物是细面粉五千公升 粗面粉一万公升 肥牛十头 草场的牛二十头 羊一百只 此外还有鹿、羚羊、袍子和肥秦 因为所罗门统治大河西边 从提福萨直到迦萨的全境 和大河西边的猎王 所以他的四境都平安无事 所罗门在世的日子 犹大和以色列人 从蛋到别士巴 都各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 所罗门有套车的马四万匹和寄兵一万二千人 那些官员分别每月供应所罗门王和所有与所罗门王一同作息的人的食物 从没有缺少 他们也各按各的职份 供给拉车的马和快马吃的大麦和干草 送到指定的地方 神赐给所罗门智慧 极大的聪明和广大的心 好像海边的沙那样无限无量 所罗门的智慧大过所有东方人的智慧 大过埃及人的一切智慧 他比万人都有智慧 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和马和的三个儿子 希曼、贾各、达大的智慧 他的名声传遍了四周列国 他说了真言三千句 他的诗歌有一千零五首 他讲论草木 从黎巴嫩的香薄木 到生长在墙上的牛西草 他也讲论走兽、飞禽、爬虫和鱼类 万族之中和地上猎王之中 听闻所罗门的智慧的 都有人来听所罗门的智慧 至于是 各方面都会质疑 değiş Caption 声俗 Comunic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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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口